我们每一个小组长都是一个好牧人 透过我们小组长的牧养 可以关心到这个世上的时代 能够带来每一个孩子 在教会里找到一个家 找到生命的盼望 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亭安 我今年大三 我是一个高中小组长 我叫杰安 我今年大二 我是一位国中小组长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牧养的故事 而我们的牧养都和许多学青的小组长一样 开始一个邀请一通电话 在我大一升大二的暑假 我接到灌篮哥的LINE 那时候我刚睡醒 所以就在半梦半醒间答应了灌篮哥的邀请 要从舒适的大专幕区回到熟悉 但又充满挑战的高中牧区当小组长 永远记得灌篮哥跟我说 电话费很贵 那就先这样咯 而我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成为了高中辅导 我也很幸运地回到我高中时所在的小组 我显得小组长 森伯哥成为了我的佩达 而我的朋友们成为了我的小组员 我也是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 接到灌篮哥的电话 其实在那之前的一个礼拜 神就透过牧师的信息对我说话 神在和列山对百姓说 你们在山上住的日子够了 你们要起行去得地为业 那个时候我感受到圣灵对我说话 好像要我开始一个很大的服事 可是我没有想到那一天居然来了这么快 当下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我就问灌篮哥说 怎么这么快 灌篮哥就回答我说 不然你想要躲慢 我记得电话的最后 灌篮哥提醒我 在国中牧区的服事困难重重 他们有的时候可能不受控 有的时候甚至服事的路上你会受伤 你还愿意吗 当时的我没有想太多 就这样傻傻地接受了这个呼召 开始了国中牧区的服事 但在一开始 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样成为一个小组长 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小组员建立关系 甚至在牧羊的起初 有小组员直接告诉我 他没有办法把我当成小组长一样看待 打电话给小组员一开始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我不知道怎么开启话题 甚至常常据点别人 当时我甚至为了要和小组员拉近距离 很仔细地研究了屈臣式的开架彩妆商品 虽然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他们的差别在哪里 在我心中一开始真的觉得服事充满了挫折 同时我觉得自己很挑剔的个性 常常对很多事情都非常不满 这样的我真的适合当学生辅导吗 然而在辅导的过程当中 见得我看见自己服事的价值 我发现我不需要用自己的方式去满足每一个小组员 最重要的是要把耶稣 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心里 就像我的辅导曾经牧养我那样 我开始找到自己的定位 也开始在服事当中被操练 被服事 而今年初正当一切都步入正轨 觉得很享受服事的时候 我又面临了新的挑战 森伯哥他要离开小组 而我开始要成为新的高中辅导的遮盖 对我来说这更挑战了我的百上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遮盖另一个辅导 毕竟过去的日子当中 小组长是我很大的遮盖 带我们去吃饭 去探访 我只需要好好的跟随就好 而现在我要开始成为 小组当中的这个角色 虽然对新的小组感到很兴奋 可是也很紧张 很恐惧 我开始带着小组员去探访 要更多地摆上自己的时间 金钱 也开始要调整自己和新的伙伴 乐其配搭 同时还要面对自己的课业 未来规划还有其他服事的烦恼 而我知道我需要依靠神 我相信是神在我的前头带领我的服事 牧养还有未来 相信神的人必不至缺乏 而神的恩典总是在最软弱无助的时候 及时拖住了我 神减轻了我很多其他服事上的重担 并且让我跟乐其很顺利美好的配搭 同时神给了我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 让我同时去学习自己不会跟不擅长的领域 也可以有一份恩典的收入带学生去吃饭 感谢神在这么多自我怀疑跟困难当中 神让我知道我的服事从来不是依靠自己 重要的也不是人的眼光 而是我把眼光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用神的眼光去看每一个小组员 我开始操练自己 要相信神所给我的权柄 也相信神会使用我做的一切 来祝福这些孩子 现在我可以成为我佩搭的遮盖 成为学生的遮盖 陪他们一起长大 同时自己也有许多的成长 牧养的起初 我跟庭安一样 也很看重人的眼光 我总觉得 好像没有人把我当成一个小组长看待 我记得当我第一次走进我自己的小组的时候 也许是因为年纪很相近的关系 他们对着我大喊 我们小组多来一个小组员耶 孩子们很不受控 不听信息 不敬拜 没有礼貌 我的服饰是从这一连串的挫折当中开始的 但不管如何 神依然在这里动工 他们的生命开始改变 去年圣诞节 我们有三个孩子受洗 有些孩子 他们在小组分享自己生命的成长 开始传福音 甚至在讲道比赛里 这群国中生 每个人都分享真正六分钟的信息 不知不觉里 真的感受到苦苦成为大军 今天的他们会在祷告里说 主啊我信心不足 求你帮助我 他们会在信息里宣告 自己要跨越生命当中的领界点 再人不能 再神凡事都能 我觉得牧养好像是栽种一个幼苗 特别是在国中牧区 起初可能看不见果效 可是渐渐的 他们会开始成长茁壮 像是在我的小组里 有一个小组员刚来的时候 他总是斜眼瞪人 而且啊 但是看到别人 看到别人看着他的时候 他就会说看什么看 他说他是混帮派的 常常只要不顺他的意思 他就生气 可是今天的他 见到别人他会微笑 会问别人要不要一起吃饭 甚至会贴心的为我准备小礼物 即使偶尔 还是会有不顺他意思的时候 可是他开始愿意沟通 愿意顺服 还有一些孩子 他们跟我一起去烈火特会 当我听着新加坡那些年轻领袖的见证的时候 超级力我的 我觉得台湾也可以 于是我看向身边的学生 结果一个在睡觉 一个在滑手机 可是你们相信吗 后来他们跟我分享 他们居然第一次祷告到流泪 他们开始知道如何去敬拜 神也让他们看见手机之外的梦想 甚至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暑假 要开始在学生牧区的团队里服侍 今年他们只有13岁 这些故事里 我经常看见圣灵的脚踪 身为国中辅导 看着他们单纯的信心 也让我有机会 重新回到孩子的样式 陪伴的过程里 虽然偶尔有挫折 可是神却每每让我看见 他们成长的痕迹 因此我自己也被激励 被更新 被调整 感谢神 也感谢教会的大家 你们总是支持着 学青牧区的每一个事工与牧养 用各样的方式 参与在每一个生命改变的故事中 让我成为这个见证 以有机会能够陪伴这群国中生 成为他们的朋友 亲眼见证神奇妙的工作 感谢你们成全年轻人的服饰 成为我们的榜样与遮盖 让我们可以快乐在服饰当中成长 欢迎您今年继续支持我们 您可以以现金奉献支持我们 或是捐赠金品物资提供 梦想市集竞标一脉 最重要的是请记得在6月22号 23号直接参与我们的梦想市集 当天有密室淘多 还有梦想花园当中的儿童手作 还有疗愈按摩等等 让我们来服侍大家 付出有你们梦想变可能 欢迎讨讨讨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费